秋风渐梁菊渐盛 崇阳幼稚济浓情 农历九月初九是日和月都逢九 因为九是汉字里最大的数字 有着长长久久和福寿安康的寓意 加上九幼是这样的数字 因此九月初九也就被称作崇阳节 崇阳节在民间也被称作老年节或老人节 这天是传承孝道和敬献孝心的节日 世子女和晚辈为父母和家中长辈祈福天寿 祝福他们幸福安康长久的节日 崇阳节的传统习俗很多 比如登高 上居 插竹鱼和饮酒等 也有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 明日就是崇阳节了 记得 一不回 二不去 吃三样 祭祀式 为父母长辈祈福增寿 明日崇阳节 记得一不回 崇阳节是讲究增老和敬老的节日 这天已经出嫁的女儿是不适合回娘家的 因为按照民间传统习俗 出嫁以后就要视公婆为父母来尽孝 崇阳节是尽献孝心和爱心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 出嫁的女儿应该跟丈夫和子女陪公婆过节 这样的日子回娘家会让左邻右舍诟病 也会让娘家人觉得女儿多少有些不懂事 而且崇阳节在很多地方也是祭祀的节日 出嫁女回娘家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明日崇阳节 记得二不去 一 不去阴暗晦气的场所 崇阳节是不能宅家不出的 这天讲究出门郊游和踏秋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 3月3和9月9都是郊游出行的节日 这样的日子出行感受季节的更替变化 呼吸心显空气有土顾纳心的好寓意 崇阳节出门郊游讲究登山望远 但是这样的日子一定记得少去阴暗晦气的场所 并且登山时不要独行 毕竟登山也是比较好废体力的 结伴照应才能保证安全和顺利 二 不去别人家串门 崇阳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讲究的是子女回父母家陪长辈一起过节 陪伴是最大的静效的一种表现 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里 有些地方会有祈福和祭祀的习俗 因此属于自家人在一起的节日 这样的日子是不适合去串门打扰别人相聚的 而且崇阳节如果出门去祭祀归来 再去别人家串门 这会犯了别人的忌讳 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人家 因此切记这天不要去串门打扰别人 明日崇阳节 记得吃三样 一 长寿面 面条是崇阳节的美食 民间传统习俗中崇阳节的面条 也被称作长寿面或宽心面 这面条要尽量长以谢 寓意幸福安康长久 而宽一谢的面条也寓意心宽没烦恼 崇阳节不论多忙 也要记得给父母和长辈做上一碗面 这面条算是祝愿父母增福天寿增寿 往后的日子里能够顺心如意 二 盐碎 盐碎也被称作香菜 气温寒凉的崇阳节正是盐碎生长的旺季 这个时节的盐碎香气浓郁 可以去心增香和开胃解腻 关键是盐碎和盐碎谐音 因此崇阳节吃盐碎也就有了为老人盐碎天赋的寓意 盐碎可以单独成菜 比如很多的原爆的菜品 也可以作为一些菜品的点缀 可以提味和增色 明日崇阳节别忘父母吃点这寓意增寿的盐碎 三 花生 花生有着长生果的美誉 不仅富含植物蛋白和油脂 花生中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属于非常适合老年人食用的食物 眼下正是新鲜花生收获上市的季节 崇阳节当天可以适当给父母和老人吃点花生米 图个天赋增寿的好寓意 明日崇阳节 记得祭祀是 一 记见人说快乐 崇阳节的传统习俗中登山和叉猪鱼 都有居血弊病的寓意 因为按照传统习俗 崇阳节正处于秋冬转换的季节 一些疾病也会吸扰人们 这个节日也就有了跟端午节差不多的寓意 这样的节日见人问候崇阳节快乐 这是特别失礼和不合适的 应该以崇阳节安康等其他祝福语来表述 我们可以说身体健康 全家平安之类的祝福语更为恰当 二 既宅家不出 崇阳节是出门感受阳光 和观赏深秋景色的时候 这天即使不登山也要出门走走 避免宅家不出示心情抑郁 从而产生悲丘的心理 崇阳节出门晒晒太阳 有助于身体内维生素D的生成 从而促进盖制的吸收 强壮骨骼 为入冬打好基础 三 既家中摆放黄花 崇阳节赏菊和饮菊花 酒是崇阳节的传统习俗 菊花中黄色的品种比较多 而黄花一直是民间祭祀 所用花朵的首选 取其昨日黄花的寓意 崇阳节家中摆放黄色的鲜花 显得不伦不类 尤其是遇到讲究的老人 会认为这是大不敬 因此切记崇阳节当日 不要把黄色的花朵摆放在家中 而且赏菊时也最好是外欣赏 别把菊花采鞋回家插 放在家中的花瓶中 四 既夜晚归家过晚 崇阳节是讲究吸收阳气 以及户外赏秋郊游的日子 这天出门应该在太阳升起后 这样才能感受到温序的阳光 比较机会在没有太阳的 夜晚行走和晚归 晚上没事归家过晚 会让父母操心和牵挂 而且崇阳节正处于深秋时节 夜晚寒凉也容易朝着风寒 所以崇阳节一定记得 早早回家陪伴亲人 免得让亲人牵挂和担心 不仅如此 崇阳节还要记得做三事 一 灯高 崇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 即是灯高 所谓灯高一般是指爬山运动 根据民间传说 崇阳节灯高有辟邪消灾的寓意 所以农历9月9日这一天 大多数的人都选择灯高 除了期盼渐渐康康 平平安安 更能感受到秋高气爽季节 带来的自然酣畅气候 二 插猪鱼 民间有崇阳节插猪鱼的习俗 采猪鱼插在头上 亦有用猪鱼制成熟练和香袋佩戴的 所以这一天又叫做猪鱼节 猪鱼是一种有香气的植物 古人认为 这一天插猪鱼有着消毒 防虫的功效 能辟邪除惠 于是配猪鱼就成崇阳习俗的一部分 三 感恩敬老 9月初九谐英九九 抑郁长久长寿 所以崇阳节也有敬老节的叫法 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 人们常在此日进行敬老活动 比如可以常回家看看 多陪伴老人 陪他们聊聊天 说说话 陪伴老人过一个快乐的崇阳节 是在好不过的了 崇阳节前后菊花傲然绽放 中午陪父母 长辈们吃过饭后 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或花展里赏赏菊花 放松以下心情 需要注意的是 崇阳节能赏菊 喝菊花酒 饮菊花茶 但千万不能买菊花回家 虽然菊花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也有长寿吉祥的含义 但在老一辈眼中菊花是季化 不管什么颜色的菊花再好看 也不能在崇阳节这天买来放家里 或是送给长辈 姚志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亿人 崇阳节是敬献爱心和孝心 以及驱邪必病的节日 因此有些讲究还是遵守一些为好 记得 一不回 二不去 吃三样 祭祀式 为父母祈福增寿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